屆敵 dans 要跟大家分享 跟交通 有一些關係 第一個就是 搭乘 公車 搭乘公車的話 像一般的等公車的APP 我們是可以用的 也是有些幫助,可是它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有誤差 誤差可能一分鐘、兩分鐘、甚至三分鐘 如果大家有視覺的話,你們可以透過視覺來校正 例如說我在APP上面,我現在在交大的門口好了 假設有一班公車叫做100號,它跟我說即將進站好了 或者說已經進站,或者是一分鐘到了 那你至少你一定會抬頭看一下,看到底它是真的到了 或者是它是提前到,還是說晚一點點到 你至少可以透過視覺來校正 可是我們沒辦法,就是如果是班公車很密集的話 或者是說它是提早比較多 其實重點就是我們沒辦法透過視覺來校正 就沒辦法做一次 double check 知道是真的這一步 所以它對我們來講只是參考用 那台北市的話有一些公車它是有對外廣播的 例如說它會說台北市的公車都跟捷運有關係 它可能說紅二三往淡江大雪,例如說這樣子好了 那它有個對外廣播,我至少就聽到它,我就可以往那個方向去 那當然中間可能有一些障礙物,或者是它是真正停下來 而且停在我的聽力範圍內,也在我的行走範圍內 我才可以找到它,大概三公尺 要看附近的環境,那當然是不能太遠 不然它對外廣播對我來講也不是那麼有用 那我們會採取的方式就是,除了這些參考之外 其實現在最可靠的還是尋求協助啦 就是找人家幫我們看,那找人家幫我們看 其實有一些問題就是,我不一定知道旁邊有人 或者是我找到它,它也不一定會幫助我們 那我大部分尋求協助就是,因為我也不知道它的眼睛有沒有對著我 它是背對我,還是說它在滑手機還是怎麼樣 所以大部分我要尋求協助可能比較大聲一點 請問有沒有人可以協助我,請問有沒有人可以幫我看空車 類似這樣子,那就只有這樣尋求協助 再來我上車之後呢,第一個就是要找刷票的機器 刷票的機器,我沒有實際去觸摸過 可是我自己的感受是,它擺的位置跟距離也不是那麼統一 它也沒有做通用設計,也沒有做標準化設計 所以有時候我也是常常找不到那個刷票的位置 或者是那個悠遊卡要去感應,其實 有時候也不是說那麼可靠性沒有到百分之百嘛 有時候我可能剛好刷到位置了,可是它沒有感應到 所以找到刷票機也是一些困擾 找到座位,或者是找到扶手 其實這些都要,也是一些困擾 然後接下來下車,下車呢我們可以透過幾個方式 一個就是大部分都,現在很多公司車都有車內廣播 可是偶爾我也會遇到沒有車內廣播的 如果我遇到這個狀況其實就會,就是不安全感就會提高 因為我不曉得它到底開到哪裡 因為下錯車,下錯站,提前或者是超過站 那個對我們來講都是天大的慘愛 因為那個環境我可能是不熟悉 或者是已經下錯,我是要全部流程要重來 重新尋求協助,全新上公車下公車 所以那個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那車內廣播的話,有時候是它是沒開,或者是很小聲 或者是有些公車其實它的隔音或者是老舊 它的噪音是很大的,或者是車上很多人在聊天,聊得很高興 那個我們也會聽不清楚車內的廣播 不然其實正常的話,車內廣播它的聲音正常的話 我覺得對我們幫助就很大 像如果我上公車了,透過剛剛的方式尋求協助或者各方面 我上公車了,那其實我只要聽它的車內廣播 如果夠清楚的話,我自己可以下車 下車之後再繼續尋求協助 或者是很OK的路,我就可以自己走了 好,那這個是公車的部分 好,再來搭乘捷運呢 第一個要考慮的就是我們要找到捷運的路口 那像有很多情境喔,假設有朋友載我 他可能只方便載我到捷運站 他也不方便停車,他就停下來說到了 那他會跟我講說捷運的路口在哪裡 那其實這個透過描述跟我實際去找,其實都會有落差 那當然是有受過訓練或者跟我們相處比較久的會比較好 那像如果我坐計程車的話,就很難準確知道 計程車跟我走下去,然後往哪個方向走幾步 然後再往哪邊轉,其實大部分都不準 那所以我們要找到捷運的路口是有點難度 那找到捷運路口其實就跟你找到樓梯口啊 找到門口,找到電梯口其實都是同樣的概念 好,然後我進去捷運之後 之後呢,就是進去捷運站之後 那可能有手扶梯啊,或者是樓梯啊 那這個都可以透過手帳來探索 那進去之後呢,接下來我們大部分都會去找到詢問處 因為現在國內的不管是捷運、高鐵、台鐵 他們的服務就是我們只要能夠到詢問處 然後他就會帶我們上車 他不是一直陪著我們,就只帶我們上車 然後會通報說,假設我要從淡水站到台北車站 他就帶我到淡水站上車之後,他就通報台北車站 告訴我說,告訴那個張務人員說 有個視障者幾點幾分會到台北車站 然後他坐在哪個門 那我自己到這一站 因為捷運也有,裡面也有車內廣播嘛 那我就聽到台北車站到了,我就自己下車 那那個服務人員就會在門口等我 然後假設我要換高鐵,他就帶我到高鐵再轉 或者是我要出站,我跟他說我要到幾號出口 他就到我到那個出口的地方 那接下來就我要靠我自己來走了 所以他這個服務是很好的 那這個服務其實在亞洲的很多什麼服務,什麼比賽啊 還是什麼,他有得到很多獎 什麼服務,什麼極優獎,名字我忘了 那這個如果為什麼他只在亞洲有呢 這個跟民族性有關係 這個如果到那個歐美國家 肯定是不會獲獎啦 因為歐美國家強調的就是自主性 他要整個環境要做到 視障者可以自主的去完成 如果你要去幫他,他們是會不高興的 所以這個跟民族性是有很大的差別啦 好,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過馬路 過馬路,第一個我們就是聽車流聲 他是一個參考 如果是很一般的十字路口聽車流聲 就是,假設我要過的這個方向 就是他橫的是有車流聲 我就知道是我不能過的 然後我接下來就會聽我右邊的車子 他如果我有聽到那個引擎發動的聲音 就知道已經快要變成綠燈了 我是可以走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這個畫面 那當然有很多路口 他是有紅燈可以右轉 或者是有人不和 就是沒有遵守交通規則 這個就另外的狀況 那現在很多車子性能也越來越好 或者是很多那種電動車 那個聲音就很小聲 那個我們就也不一定可以聽得出來 那另外也可以透過 有些語音紅綠燈的方式 那可以跟大家講 台灣很多地方的紅綠燈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台北市跟新北市 語音的紅綠燈就是不一樣 台北市的紅綠燈它是什麼 蟋蟀聲是代表什麼南北向紅燈 鳥叫聲就是東西向紅燈 例如說這樣子 那我個人是不太喜歡這樣子的設計方式 因為這個是要經過轉換 第一個我要記得 我要仔細聽 這個到底是鳥叫聲還是蟋蟀聲 第二個是我要記得哪一個聲音是南北向紅燈 第三件事情我還要知道這一條路是南北向還是東西向 所以要經過很多轉換 可是他們的說法就是他們要國際接軌 因為很多像我去日本 他們的紅綠燈聲音就跟我們台北市紅綠燈的聲音是一樣的 那可能我的記憶不好所以我記不起來 我記不起來什麼聲音是代表哪一個 那新北市的做法我就比較喜歡 像我剛有介紹我上班的路途我要經過兩個紅綠燈 那個紅綠燈其實很清楚 我要過的那個馬路叫做北新路 它就直接用中文講北新路行人紅燈 北新路行人綠燈 而且我現在在這一邊我就聽這一邊的聲音 那我要過到對面對面會怎麼樣呢 它講完之後它會啪啪啪啪啪的聲音就是一個定位點 我就往啪啪啪的方向走 我就不會走歪了 那所以我覺得新北市的設計我是比較喜歡的 那國際接軌就 我覺得自己人都聽不懂了就不用考慮國際接軌了 好這個是紅綠燈 好那戶外行走的話我們就是靠坐靠手帳 那有時候也會靠導盲磚 那可是導盲磚的設計 它變數很多啦 第一個它要真正設計的很好 包括現在捷運站有很多東西 所以我很多地方的捷運站我也覺得設計不好 像淡水捷運站它的擋盲磚其實就是離柱子離牆壁很近 那我們走路手帳要左右打嘛 它離柱子很近的我往右邊打 我的手就會去插到那個柱子 所以捷運站會有這個狀況 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說了 或者是有人擺障礙物啊或者是它壞掉啊 那每個地方設計的都不一樣 像我曾經去大陸 他們很厲害喔很牛 他們導盲 他們的人行道鋪了三個導盲磚 三條導盲磚 我就想喔 同一個時間要有三個盲人來走 這個三條導盲磚也太厲害了 那他們就更常發現 導盲磚上面有柱子啊 有電線桿啊 有導到牆壁的 這個就更不用說了 好 那導盲磚其實它的概念就是 其實我剛剛分享幾個重要的概念 就是剛剛是定位點 定位點嘛 那另外一個是點跟三度空間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追跡 就是追蹤某一個痕跡 那導盲磚其實就讓我們追跡 我才知道我走的是直線 我才知道我走的方向是往某個方向去走 那這樣沿著牆壁走也是一個追跡的概念 或者是我剛剛講說我過紅綠燈 我這邊講說北新路行的綠燈 然後對面的紅綠燈會啪啪啪 我就是朝著那個啪啪啪的方向走 其實差也不會差多遠嘛 這個也是一個追跡的概念 所以追跡的概念我覺得 對我們來行走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參考的東西 那我們在行走的時候最怕的就是 不是害怕障礙物 是害怕突發的障礙物 像我上下班 有一家便利商店的門口 他擺了個雨傘架 我第一次撞到的時候 我會進去跟他溝通說 你這個雨傘架我常常會去撞到 可不可以調整一下位置 他不願意 等我撞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我就很習慣他了 我就知道我打到這個雨傘架 我就要準備轉彎了 所以固定的東西其實都OK的 我們怕的是突發的東西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我們走路要靠聽覺嘛 如果突然有很大的聲音 其實對我們來講就很干擾 像我平常就我會上下班 尤其是下班時間 五點半我下班的路途上 一定會有垃圾車經過 所以我不是五點就趕快下班 不然就是等六點才下班 不然中間有出現那個垃圾車 有很多人丟垃圾會擋到我的路 他們也是不固定的在路 那最重要的是那個垃圾車的聲音 一撥下去 東西南北 那到底紅綠燈有沒有講話 或者是旁邊有沒有車子經過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這個聲音對我們來講 就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好接下來跟大家分享書寫跟閱讀 我們大部分得到資訊 最重要的就是點字 就是觸覺跟聽覺來聽 其實點字它的組成就是透過注音組成的 它那個點其實是 像我手上這個就是點字 有興趣等一下也可以來看一下 其實它只是一個代號而已 它的基礎都是架構在注音上面 其實全世界的點字都是拼音的概念 例如說英文 英文當然就拼音的概念 日文的話它就是用假名 假名就是拼音的概念 那大陸你們說 很多人都說用羅馬拼音好了 那羅馬拼音它也是拼音的概念 所以所有的點字系統都建構在拼音的概念上 那這個英文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遇到東方語系的國家的話 例如說中文的話 其實就會有同音異字的問題 例如說張 你好我叫張金帥 你是工廠張還是麗藻張 那這個其實就不容易知道 所以我們是有想到一些解決方法 就是你建一個詞來解釋 可是如果像張 你要講工廠張、麗藻張張 這個是我是透過反覆學習學起來的 如果沒有視覺經驗的人 是幾乎是不會寫中文字的 所以你要剛剛講工廠張、麗藻張張 或者是什麼寶蓋宏什麼 它不一定會理解 而且有些詞其實也有同音詞 例如說我們講台北市 是一個城市 你城市就有都市這個城市 也有電腦這個城市 或者是說教室 教室有我們現在在這個教室 也有宗教的那個教室 所以其實或者是我們講弱勢 弱勢就很多了 假如的弱勢 視力不好的弱勢 等等 所以其實同音詞也有 那點字跟語音 還有一個我個人覺得是 它比較屬於一個線性的概念 它呈現一個2度空間 或者是一個3D的空間 還不是那麼容易 那這些要製作的方式是比較花時間的 現在是當然是會越來越快 現在很多電子化之後 加上很多輔助工具來讀的話會比較方便 那至少之前 早期它做書的速度是很慢的 像我服務的這個單位 有負責做一些點字書 不管是教科書或者課外書 我們已經經營了十幾年 我們現在的書 有內容的書 沒有超過4萬本 你就知道那個其實量是跟一般是落差很大的 好 那接下來介紹螢幕閱讀器 這個跟操作電腦跟手機是有關係 等一下我會實際操作手機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螢幕閱讀器ScreenReader其實簡單的概念就是 它就是把螢幕上的訊息 把它抓取下來 然後變成點字語音或者是放大 當然是有些人是稍微 剛剛講的低視力的部分 來讓視障者了解這個螢幕上的資訊 那也可以順利的操作 那這裡其實有列出一些 像在Windows的話 我們我服務的這個單位 有設計一套叫做導盲鼠 那現在國外比較有個綠色的螢幕閱讀 軟體也很多國家在用 那叫做NVDA 那在那個Android跟iOS 它各自有各自的螢幕閱讀器 那這個有機會再做詳細介紹 那接下來分享 其實也可以 事實上者可以做很多休閒活動 那靜態的像說 看書啊 聽音樂啊 唱歌啊 唱步啊 這些都可以 那我列了兩個比較特別的 一個就是盲人棒球 那這個棒球比較特別就是 它的球比較大顆 它有一個插銷 你把它拔起來 然後就嗶嗶嗶 會發出聲音 那它雷包也會發出聲音 那它遊戲規則比較特別的就是 投手是有看到的 然後打擊者跟防守者是沒看到的 而且要戴眼罩 這樣才公平 那為什麼投手要看得到呢 因為它是 球是投在空中的 那這樣其實就是 上下左右就是三度空間加時間的變數嘛 那如果他老是投壞球 我們是永遠打不到 所以投手是有看到 而且投手會跟打擊者是同一隊 等於是他一定會投 投到四張者比較常打到的位置 那即使是同一隊也不是那麼好打 那其實這裡面有精神就是 他的運動的激烈性很高 我們常常有些比賽 比賽到很多都要嗶嗶嗶在走的 就是因為比賽激烈太高 大家可能撲累啊 這幹嘛 有時候 當然你規矩的打是OK 可是如果比較激烈 偶爾也是會受傷 因為它比一些速度的東西 那盲人棒球我覺得最重要一個精神 就是要信任 你要信任投手一定投好球 然後現在我們在防守的時候 大家都會按照規矩來跑 不然你跑太快 其實如果不按照規矩 會很容易撞在一起受傷 好 然後其實最近四張者最流行的另外兩個運動 盲棒其實還沒有算非常非常流行 有兩個運動一個就是跑步 跑步其實很簡單 跟我們剛剛的人道法很像 它只是把手肘改成拉一條大概二三十公分的繩子 那這個是為什麼不拉手肘 因為你拉手肘 你在跑步 你的帶領者的右手跟四張者的左手就比較不會放鬆擺動 那這樣子其實你有一邊就會很不舒服 所以它拉伸子就會比較容易就是放輕鬆去跑 那當然你要確保那個路是平坦是安全的 那這是跑步 那另外一個就是騎腳踏車它是協力車 就是讓有看到的騎前面 那沒看到的騎後面 那這樣子其實也可以讓四張者來參與這個騎車的運動 像我去年就是參加這個騎協力車 花了九天還台灣一週 大概騎了一千公里吧 那上山下海都有 那其實我在騎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我可以透過聽覺 我可以聽聽風聲 聽聽海浪的聲音、鳥叫聲 或者是觸覺、溫度、聞味道等等 那其實我自己最好奇就是 我很想知道我騎過的地方是哪些地方 雖然騎到前面的人會跟我介紹 可是我也想知道 騎過淡水河好了 那我也想知道我跟淡水河 我是怎麼經過這個淡水河的 我是怎麼經過這一座山的 那其實如果這個可以做成我們可以觸摸的地圖 我覺得視障者騎起來應該會 跟這個環境的互動會更有感覺 那最後就是 其實這裡大部分我們都提過了 那我們就不另外再提 那等一下有一些可能跟大家交流的時間 那大家其實最重要就是同理心 那只要有同理心 所以你們想要問什麼問題都可以 那像之前我有在一些演講的場合 大家會覺得說 我就是看不到 所以大家很忌諱想看這件事 他們說鄭子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你是怎麼聽電視的 我覺得這樣就很交往過正 或者是說 你平常是怎麼摸書的 我就想我只會摸魚 我不會摸書 所以其實應該正常的講法就好 那其實只要出於同理心 你沒有任何的惡意 其實我覺得跟一般人互動 其實都 不管是一般人或者是身心障礙者 或者是視障者互動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勇敢的去互動 那然後我剛剛有介紹說 像手帳或者是帶牽的手肘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那這樣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要知道時間齁 我有戴這個手錶 你們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好 那其實我這個手錶 就是一般的手錶 那我不是請別人幫我看 你看它很簡單 就是一般的手錶 它蓋子可以掀開 我就可以摸 現在是五點快十五分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很多東西它只要做 一些小小的改變 其實這個就是輔句的概念 很多東西我們只要做 一些小小的改變 其實我覺得它的結果 會變得很大的不同 一個手錶的設計 就可以讓適量者獨立的走出來 一個人導法的設計 適量者就可以上上下海 我去過的地方非常多 台灣啊 國內外很多地方去很多 一個一般的手錶 我們只要讓它蓋子可以打開 其實適量者就可以來知道時間了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 但是我們小小的改變 其實它的結果會變成一個很大的不同 好 那我這語音速度比較快 其實有人聽得 很多市場者聽得比我還快 那我們爭取時間 所以我先不要去調好了 那個我現在用的是iPhone的手機 那我剛剛的螢幕閱讀器的介紹 它有說iPhone的手機 它的一個螢幕閱讀器 叫做VoiceOver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網路上找 那你如果有iPhone手機或者iPad 其實它是內建可以去開 那如果你要開是可以開 可是要在我們離開前 如果關不起來要來找我們 不然你的手機會變磚塊 那因為打開之後它的操作方式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我前一陣子去大陸 大陸很多市場者都用iPhone手機 他們講法就是說 這個iPhone手機 TheVoiceOver是宇宙上最牛的螢幕閱讀軟體 其實它的功能是非常強 它的設計理念 有幾個部分就是 智慧型手機它是一個觸控型的東西 那像我們很多家電影它也是觸控型的 像或者是有些電梯也是觸控的 那它有些人很好心 他把那個電梯觸控型的電梯說 我把它貼上點字四張者就可以用了 可是因為它是觸控型的 我要去上面摸摸點字 所以我摸完之後 就每一層樓都被有按過一次了 所以它每一層樓都會停 那這個是觸控型 其實對於很多觸控家電 對於我們來操作不是那麼方便 可是蘋果設計的非常棒的一個地方就是 它把觸控的東西變成我們可以用 它的概念很簡單就是 我摸到它第一下 你們本來是點進去 它變成摸到第一下 它跟我講 我摸到這裡它就告訴我是條碼掃描 我摸到這裡它就告訴我是社群檔案 社群的資料夾 我摸到它第一下它是告訴我是什麼 然後如果我要打開它 就跟點滑鼠左鍵兩下 double click是類似的 我就點兩下它就打開了 這樣就打開了 然後還有一個設計很棒的地方就是 我剛剛有講到點跟三度空間 我們本來是不太知道說相對的位置 可是它變成是說我去摸 假設我知道我的社群檔案夾是在左上角 所以其實我只要往左上角來摸 就可以很快找到它 如果我要收發電子郵件或者是打電話 我知道它在偏左下角 所以我就往左下角來摸 我就可以很快的找到它 所以它這個其實有一部分的解決 我剛剛提到點跟三度空間 當然它這不是三度空間 這個是二度的概念 那像我快速的操作一下我們怎麼用 像你們常用的東西我們也都可以用 像用nine 跟人家在討論公式 像我們要打字的話也可以按照這個 一個字來打 那也可以用聽寫的方式 大家好 逗典 我們現在在交通大學逗典 介紹iPhone的操作 你看很準 其實這個不用開啟這個VoiceOver功能 你如果有iPhone、iPad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聽寫 其實它的準確性是非常的高 那如果聽寫我發現它錯了 其實很簡單 我就把手機搖兩下 叫還原 這樣就不見了 好 那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用臉書 好 你們仔細聽 就是它不只是可以朗讀文字 它可以把這個照片解釋出來 好 我把它打開讓你們看比較清楚 你們剛剛有聽到嗎 說圖像裡可能有天空有雲 有點點點 所以 非常的方便 好 那剛剛介紹的文字辨識 現在的文字辨識也做得非常的好 如果我拿的是一個商品 我一拍其實只要我對著準 我就可以知道 當然要對到我想要看的那一面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其實大家記得 這個其實 其實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很多 都可以變成一個主題來研究 其實像 適當者要拍照對著準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好 像我現在來拍我這個 明片好了 那 因為是這樣子看不到 所以 對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不準 那 我們設計的方式就是 假設這個明片 我就把它放在這個桌子的邊緣 那 我身體是靠近桌子的 那 這樣子 距離就夠了 我要切到我那個畫面 等一下 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辦法對準 或者是我想要看的東西有沒有都在鏡頭裡 那我們現在 這個環境我隨便照好了 我現在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對準 有對準嗎 有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好 好 我聽講應該是完全正確啦 那 其實這個要經過一些練習 就是說 距離要拉多遠啊 然後要透過什麼方式 那 其實這個 對視障者來講真的是有一點難度 那 只要 可以拍得準 其實很多APP它的功能做得很好 像我剛剛是用Google的 文字辨識的功能 那 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視障者對不準 所以其實很多都可以做那個 那 其實我們可以操作手機 還蠻多的 除了 圖片啊 照片啊 這些我們做不到 其實大部分都可以做得到 那 那這個簡單講一下 不然會講非常久 好 那看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還是什麼要分享的 有人設計滾輪 我也有曾經拿到滾輪的手杖 可是 我不愛用 很多視障者也不太愛用 因為滾輪的話 它前面的重量會 會有一點點增加 那其實我們平常走路的時候 它 要擺動的次數會增加還蠻多 要蠻多次的啦 那 所以 有 蠻多人是不愛用 那當然少數也有人會喜歡用滾輪 那這裡我又想到一個 就是手杖的話 也有人設計是 因為手杖其實不只是讓我們提前知道障礙物啊 知道樓梯啊 也是一個 一個辨識的東西嘛 大家看到 我們拿著擺手杖就知道是視障者 所以有人說 如果在比較 黑的地方 晚上 那要讓視障者看得更清楚 或者是 我要尋求協助 我不知道附近有沒有人 就讓手杖可以發出聲音 以後這樣子的設計 可是 這些都要電嘛 所以 或者是要增加一些東西 那它就會變得很重 那我們就不愛用 所以這些設計都有 只是看 就是 設計的好不好 或者是 適當者 愛不愛用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只是說 進去的時候誰告訴我們 或者是說 你說 五、六種好了 那 其實五、六種 我個人覺得就蠻多了 五、六種 要對我來講 記 記就蠻多了 那 可能大概兩種 三種是比較適合的 那 並沒有法規規定說 它只能設計這兩三種 那 除非是有人規定 就是這兩三種 那當然 我們要去尋找就是 假設只有三種方式 三種不同的位置 我們就只要 往這三個方向來找就好 其實 簡單說 它至少就 就有四大類 我自己想 第一個就是感應式的 紅外線的 第二個是水箱的 你要去按 只是說它在側邊還是在上面 第三個是腳踩的 第四個是頭頂要去拉的 這四種分類 其實它各有不同的位置 那你就要再乘上去 就其實應該是超過十種以上 好 但我想這個 或許也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 其實以人工智慧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是像人導法可以做的 或是像這樣子就是說 以視覺為基礎的這些 呃 定位點 這些或許都是可以用 影像辨識來解決 對 或是說我們有講過SLAM 對不對 SIMO-HANGING SOLFITATION 或許可以用什麼樣的技術 或說你有一個心理地址 就跟我們講的Quiet Map 其實是概念是一樣的 對 對 很好喔 還有還有什麼想法嗎 或是說對於那個文字的資訊 我們例如說文字除了閱讀之外 其實在場景裡面也有很多 文字跟符號對不對 例如說要找到射程 或是說它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想到 之前好像有一組有說要做那個 有點像導盲犬對不對 可能用機器人小車 或許可以有一個 沿著導盲磚走 或是沿著什麼樣的線走 那個跟我們的Land following 其實還蠻接近的 有沒有什麼想法 給一點feedback好不好 那個機器人也沒有辦法跨越一些 不是通用障礙的 通用必須的障礙 因為盲人們 男臉不只是看不見 男臉障礙那麼多 如果只是單純找他們那邊 他們能有一個辦法 做到像導盲犬這樣 因為像導盲犬那個 所以我覺得它太難了 我覺得它困難點是因為兒子過不去嗎 那我們換強點 或者是換成這個東西是在身上的 它就不需要輪子了 其實它有很多種設計的方式 是 如果有一天啊 就是有人研發出一個伴隨機器人 那類似 就是看護的概念 然後可以在你身邊可以解決的 日常生活所需 比如說你要去哪裡 找廁所 那這個案的接受是不高 還是比較多的一些學生的專制 然後補助你個人努力去解決日常生活 是兩個比較多 其實我覺得用看護的機器人 或者是隨身裝置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有什麼功能 還是說它可以幫我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例如說你剛剛講說 不管是看護還是隨身裝置 它可以帶我去上廁所 帶我去我要的店 還是說可以帶我去購物 找到我要買的東西 我不用每次都去看便利商店店員的臉色 我覺得這樣子就很好啊 所以可能我剛剛講的很多 那大家後來想了之後 覺得好像你們當初講的很簡單 變得好像很複雜 其實我也不希望變成這樣子 那當然也是不希望說設計出來 到最後跟實際落差太大 可是其實很多東西都是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慢慢的解決 那我們可以解決一件事情 假設總共有十件事情 可以解決一件兩件 其實它就是一個改變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這個想法很棒 可是就是有一個 我現在馬上想到 有一個需要解決就是 QR Code 其實就跟我剛剛講的嘛 我們商品上面有8塊QR Code 那就是要讓我們知道 這個東西是在哪裡 我們要怎麼對準 所以我們現在有另外一個計畫 是在做Bitcoin的部分 那Bitcoin它是一個藍牙裝置 它可以推波大概2到20公尺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是有想說 坐在廁所裡面 那等到事實上者進到這個廁所 他就用藍牙推波感應 然後推波訊息給事實上者 介紹這個廁所長得怎麼樣 那這剛剛跟你提到的概念 是有點雷同 那其實這些都是概念 那很多都要經過很多測試 看它的可行性到底能不能行 只是說我們現在是用 用Bitcoin來試著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子 這個可能 其實像現在等公測APP 有類似的功能 那要解決就是我剛剛講那個誤差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定是有方法 是可以解決這個誤差的問題